在澳大利亚,每年的5月份6月份都是薅羊毛找便宜省钱的时候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呢? 因为5月份和6月份是财政年度的最后两个月 很多商家都知道,人们有在这个时候大量消费的习惯 所以会推出诱人的促销活动 达到让顾客花钱,让商家提升业绩的目的 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成功薅羊毛的小成就 简单的来说就是升级了一个手机套餐 并且取消了我的宽带计划 这样的改变不仅可以让我每个月的手机流量增加440GB 完全可以满足我在家里和在外面用流量的需要 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家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每个月节省54澳元的开支 这些钱可以够一家四口,出去下顿馆子,吃点简单的饭菜 难道这不香吗? 在澳大利亚生活要知道有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新的运营商会不断地出现 他们会带来更便宜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而现有的运营商也会通过推出一些物美价廉的产品 来留住他的客户 所以在澳大利亚生活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常识和生存手段 每隔6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就可以在市场上看一看 有没有更好的产品 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来取代自己目前的 我今天做这个视频的目的一方面是跟大家分享我找到的这个好消息 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提醒我的听众和我自己 是时候该审视一下自己的这些套餐还有计划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也欢迎我的听众和我联系 分享你们的生活小技巧 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